演員的部分也當然都是一時之選 是黃金陣容 燕拓奎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想Lucy當然最重要的 就像剛剛說的 幾乎是由Scarlett Johansson 這個女主角獨挑大梁這個故事 那Johansson 她是一個在大概過去這十年裡面 在好萊塢等於是大紅大紫的一個女演員 那從最最初 她在蘇菲亞克波拉的愛情 不用翻譯裡面 然後那之後她演過文藝片 演過喜劇片 那演過讓最多大眾認識的 當然是她的 她在復仇者聯盟裡面演黑寡婦 那演動作片也打得虎虎生逢 那再到在上個月 其實臺灣有上映另外一部電影 叫做《肌膚之親》 那肌膚之親那就是一部 由一個英國導演拍的很 我覺得算是很前衛 她也很藝術的科幻片 對 那麼在《肌膚之親》裡面呢 Scarlett Johansson一樣 她幾乎是百分之八十的戲份 都是靠她撐起來的 那她演的是一個外星人 但是這個外星人呢 她一樣 總之跟Lucy一樣 她是一個易於常人的角色 那她也一樣演出了那一種外星人對地球的有點好奇 又有點疑惑的那個氣質也很有趣 那來到Lucy呢 我覺得她從電影前辦的那個傻傻的大學生的樣子 到後面她得到智慧之後 看待事情的眼光不一樣 然後變成一個女強人 女知識分子 或者甚至又更超越這一切的一個存在 這個東西我覺得她的確也都演得非常的有說服力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她其實是一個不是只有外表條件而已 她是一個在詮釋各式各樣的角色的氣質上 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演員 那除了她之外 當然這部片還有像Morgan Freeman 她是演 在近年來 她都在科幻片裡面演類似那種上帝 或者是智慑的角色 那在這裡當然她演一個教授 也非常的有說服力 那也包括像號稱是韓國周潤發的崔敏直 在這裡 她演一個黑道老大 那當然也也很有那個樣子 那我記得那天我們看完 我們就在電梯裡面在討論說 這找他來演這個角色 結果你原本其實在臺北看電影 但是出現的黑道居然講的是韓文 然後不確定你到底是應該去想說 這個韓國人在歐美電影裡面 好像都還是有一個刻板印象 會不會當作是黑道 實在是替他們覺得有點有點不直 不開心 或者是應該反過來想說 都跑到臺灣來拍電影的 但是好像你反而很難在臺灣找到一個演員 很適合地去演這樣的一個黑道 以及他的手下們這樣的角色 那當然 當然除此之外 在這部片裡面還是有某一個 我們都很熟悉的臺灣明星 客串了一小段戲 那這個就先不在這邊透露破壞大家的驚喜 但總之像凱應該也記得那天那個角色 一出現在畫面上的時候 全場大家都在笑 而且你會發現他英文還講得真是相當的好 那我們說就是Lucy其實可以談的是 人類生存的一個哲學觀 那燕拓對於這部分的解讀是什麼呢 好 我想回過頭來說 當然就像剛剛一開始說的 我覺得Lucy是一個 她的企圖心跟她的創意 其實就是體現在她的 她在主題的追求上面 也就是說雖然她看似是一個科幻冒險故事 但是到後面其實她真正想要呈現的是關於 譬如人類的起源啦 或者是生命存在的意義啦 或者是細胞的生存追求是什麼 甚至是歷史甚至是時間等等的 這些還蠻哲學性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這部電影 他一方面他要有相當好的商業魅力 所以他有很好看的視覺的特效等等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用一個還蠻特殊的手法 去呈現他真正的主題 也就是說從電影一開始 你就發現盧貝松不斷地在 除了這個科幻的冒險之外 他還去減入一些像是 有點像是非洲的生態紀錄 或者是非洲的動植物 跟生命的那些畫面 他不斷地穿插這些東西 去對照他所想要講的這一個 不管是生命起源 還是生命在發展 或者是細胞的 或者是生死等等的這些主題 他藉由把這些東西交錯在一起 去營造出一個 其實他的故事 不是只想要講故事本身而已 他還想要去探討一些 跟大自然有關的題材 那我覺得很適合跟Lucy 做對照的另外一部電影 是前 前大概前兩個月 才在臺灣上映的一部科幻片 叫做全面進化 全面進化是強尼帶補演的科幻片 那麼很有趣的是 譬如在Lucy裡面 他講的是一個人類 他因為某個藥物的催化 所以他得到了一個像電腦一樣的能力 他不斷地成長 然後他就變得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 然後最後變成一個類似 像神一樣的那個存在 而全面進化只是跟他相反 他講的是今天一個電腦的人工智慧 他如果得到了跟人類一樣的意識的話 那他同樣的可以不斷地進化 同樣的可以不斷地變得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 也是像一個像神一樣的存在 而且這兩個故事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即使他們一方面 他們是一個有一點帶一點 科幻冒險的味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不會像很多這一類的科幻題材 不管是一個人得到了無上的能力 或是一個電腦得到了無上的能力 通常很多科幻片都會把這樣的故事 讓這個這樣的角色 他有點走偏峰 然後到後來他其實是變成一個像是邪惡大魔王 那樣的存在 但是不管是Lucy還是全面進化 其實反而都沒有往那樣的方向走 而是他們更想要去探討這樣的智慧 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 他會體會出什麼事情來 他會想要做什麼樣的事 那當然這兩部片 因為畢竟他們都是商業電影 他們都有大量的成本投入 都必須要想辦法回收票房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的確也可以感覺到 他們都花了很大力氣 在經營他的商業魅力 他的聲光刺激的那一部分 而對他的主題而言 也許你真的要挑剔的話 你還是會覺得他最後 也許還可以再挖得更深一點 可是我覺得真的看起來 我覺得即使受限於篇幅 讓他們在某些地方只能點到為止 但是他們都表達出了這個企圖心 而且也都把最後要連結到一種對這個搭地 或者是對自然生命的一個尊敬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讓我看的還蠻感動的 而且覺得甚至像露西到最後 我覺得甚至還有一點 泰倫斯瑪麗克的永生樹的那一種味道 對於生命的期待等等 所以這是這一部電影 會讓我覺得看完之後 真的蠻驚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今天非常感謝淵拓幫我們分享 露西謝謝淵拓 謝謝凱瑩 謝謝大家